国民大决舞蹈表演 大家好 我叫张义 韩国海归 现在是海带 舞蹈表演专业 今年三十二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像洛桑一样的小平演员 所以今天 我想找一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做的兼职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求职会演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但是我是舞蹈表演专业 所以说我想把我的特长用在这个自我介绍里面 如果我学的是建筑专业 我就要现场搭房子吗 本科学的什么 本科学的是体育舞蹈 体育舞蹈 在哪里学的 北京体育大学 然后所谓当老师是在哪里当老师 在河北秦皇岛燕山大学当体育舞蹈和健美操的老师 就是算是体育课老师 当了四年 为什么要去韩国学舞蹈 因为非常喜欢韩国的音乐 舞蹈 表演 都特别喜欢 所以就去韩国学了 就是因为喜欢 学了几年 学了四年 为什么回来 因为我在韩国两年左右的时候 可以看懂韩国的小品了 所以我发现这个小品特别适合我 因为会的比较多 都可以再结合到这个小品里面 韩国的小品是什么样的 它的服装 它的造型和道具 它的音乐还有这个灯光全部都是用 就是最最现代的感觉 第二个呢 它的节奏感不一样 咱们中国的小品是节奏感很慢的很缓的 而韩国小品是一个一个笑点组成的 节奏感非常的快 中国的小品你了解吗 评价评价 比如说赵本山的小品 我从小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看了赵老师小品15年了 春年联邦晚会 我觉得喜欢他15年 但是最近我发现 这几年的小品已经有一点过时了 所以说韩国小品就是非常接近 现在的8090这样的新一代的人 那周立波的那种秀法呢 周立波的秀法呢 其实就是从网上把一些 大家都熟透的一些段子摘下来 然后简单的把它进行一些包装 我觉得我在韩国看了一个小时 我没有笑过一次 觉得不搞笑 那郭德纲的呢 传统的 还是太传统了 没有现在的这种感觉 再多说也不敢了 所以你回国是希望 改造中国目前的 当下小品的格局 起居的格局 说实话内心里是这么想 但是不敢说 你已经说了 那你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现在想找一份兼职工作 因为 你有正职吗现在 没有没有正职 我现在有一个团体 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在排练这个韩国小品 所以呢我不能耽误这个晚上排练的时间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所以说但是呢我还要又养护自己 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兼职 比如说 比如说 两位这个 这个 就是婚恋网站的两位老总的 他们这个 叫联谊会上面的主持人 比如说这一类的 这类兼职 联谊会的主持人 对对对 你老说你的什么韩国小品 你给我能不能秀一段 这个暂时 因为我们是我们是这么想的 如果不到没有把这个做得非常完美的话 是不敢拿出来的 对 就说你完美了 你完美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啊 对于中国小品界来说是海啸 天翻地覆 如果做好了肯定会是这样的 如果你和你的团体成功了 对 郭德纲啊 周立波啊 就死了 不对 这个时候和韩国和中国的这个差距就这样 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它整个韩国还没有河北省大呢 它的艺人又多 竞争力又大 压力又大 在中国任何一个艺人都可以在 在一个地方找到自己的市场 所以就说你能够从他们那抢到很多的市场 一口肉 对 如果成功的话 如果成功的话 多长时间能成功 现在我们预计准备的时间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开始两周时间了 然后呢 有一个韩国导演正在培养我们 但他没有钱 他现在正在正想找投资 所以有一个韩国没钱的人 在培养一波没经验的人 没错 没错 他有前途了这个组合 他今天不是来找全职工作的 他来找的就是一份兼职工作 你是有目标来的 对 刘总和沐总 还有投资公司 你对投资公司的兴趣在哪里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 缺钱了 我们有钱 对啊 小品的这个投资方案是非常正规的 有很正规的投资方案的 闭嘴 你今天不是找投资来的 你今天是找生计来的 是找工作来的张艺 这是两件事情 12位 你们决定让张艺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投资公司不会这么容易被忽悠吧 我觉得我是为了要给赵本山老师啊 周立博老师他们带来一些冲击 所以说我得支持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演绎 所以之前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子 我其实可能我们投资公司对教育背景要求是蛮高的 可能单从教育背景你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 但是我个人非常欣赏你的激情 因为做投资你必须要对被投企业跟老板打交道 你要有非常强的感染能力 我个人认识天使投资人 包括文化创业 创业基金的朋友 那我觉得可以会后 或者您怎么单独再跟我们联系一下 我要批评和之间注意啊 你现在就是本性难移啊 因为是做投资的 所以上来之后就立刻考察 这个人值不值得投资这个小品 我们这是找工作的平台 你不是给他来投钱的 所以如果之前你那块没有能够提供给他的工作 可能你留下来是错误的 按灯离开 张一万莫名其妙的也留了下来 留下这按灯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是我们需要的兼职的选手 因为其实我们刚好做的很多活动 都是要调动年轻人现场的一些氛围气氛 所以其实他这样兼具有自己表演功力的一些 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我有个问题啊 那个因为非常感谢你 那个对这个相亲活动主持这个比较感兴趣 但是呢就是这个活动主持有两种 一种是表演型主持 一种是服务型主持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我觉得我是表演型主持人 表演型主持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服务型主持 因为你在主持过程中 你要时刻关注下面会员的这种感受 而且调动他们的情绪 而且要促成他们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和认识 我有一问题啊 就是我现在留下来最纠结的 就是邵康我从来不招兼职 这是我的原则上这个节目 所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现在你付出的蛮多的 以前很好的工作去韩国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周立波和郭老师 他们都还在台上 而你最终没有上来这个台 而且你现在31岁了 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步是什么 暂时还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么多了 只能是勇往之前 因为我的人生作业平 就只能是勇往之前 如果考虑太多的后果的话 人要做事首先要发傻 就是不要想太多的事情 反而会影响速度 小伙子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这是也是一种创业 创业的时候就得需要这样一种 勇往之前 不要考虑后果的一种勇气 好 如果你如果当初没有这种勇气 其实不会有百合网 也不会有十一家园 我相信一句话 我记得Frank有一次在节目里面 说到一句话 当我们去鼓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鼓励 对他究竟是雄爪还是披霜 他其实代表了很多心怀 这演艺梦想的年轻人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现在一个最基础 最普遍的一个境遇 心中有梦想 但是机会的缺失 或者是能力的准备需要时间 让他们现在生活的状况 并不是特别的好 来吧 三位 各自描述一下 你们可能给提供的工作 一碗 对他来说应该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单场的活动 这样主持 我们一般的酬劳可能 不到酬劳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 你之前有一些舞蹈 这样的培训和训练 其实我们有一些 这样的演出的需求 其实看你的团队 是不是可以参与 其实也有这样一些机会 世纪家园是全国最大 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 我们全国有800多场 这个交友活动 所以说你来这边 会非常适合 但是在留我动 或面有灯的这个问题上 你必须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我从来不招兼职 而且在我站做活的时候 我不会允许你 拿出很多的时间 跟外界情绪 因为我要维护的是一个团队 而不是一个明星 百合网是另外一家 最大的 空调 然后 工作 相亲活动的主持人 另外呢 我们最近还成立一家 叫百合幸福 影视文化公司 我们在投资做一些 这个跟爱情有关的 这个电视剧和电影 你有可能会成为 其中的一个角色 好 就是这样的三份工作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张艺做兼职 心意已决 现在剩下来的两家 优惠 潮流志 和百合网 谈钱 不相感情 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你坚持做主持 然后这样的费用 其实我们按基本的一个行为 像你这样可能没太大名气 单场一千块钱来支付 第二个其实因为你说到的 无论是街舞还是表演 如果我们之后的一些线下的活动 你们整个团队能够创作一些 非常有互动性 大家参与性很高 这样的活动大概是在两三千左右 这样的一个节目 大概是这样 好 波罗总 我们的那个相亲活动分两种 一个是我刚才讲到那个万人相亲大会 那个一天的这个 这个报酬是一千块钱 然后小型活动可能就一两百个人 那个是五百块钱 这样的一个报酬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潮流智 还是百合网 请思考 潮流智 感谢本节目的同家能力资源 提醒机构 全程无忧的大力资金 每一位